全國的大學城市設計教學交流會 對象的話就是等於是全國的大學院校 目前正在教城市設計老師 因為現在教育部就是要推動什麼 推動大學的城市設計教育 也就是他希望預估 他有個目標 他是希望至少百分之 我想應該七八十的學生 都一定要修過城市設計 而且具備有城市設計的能力 但問題是你要能夠推動這一點 你老師自己本身都不會寫城市 你怎麼教城市 所以他就是想說沒有辦法 找一些已經有相關經驗的 去帶沒有經驗的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找到我 OK 所以我們昨天就秀了一些 那當然 內容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前面就是介紹我自己 OK 那其實怎麼樣介紹自己最簡單 後來我發現 你就用Google的方式 所以我後來發現 除了你可以找那個吳老師之外 其實你找那個什麼 吳老師教學 我發現吳老師教學好像第一頁 幾乎都是 前三個一定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 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呢 因為這一次要去講這些東西 所以我也寫了一篇部落格文 就是把我要去講的內容稍微說一下 包含就是說 這個課 就是我其實剛好這學期有上了一個課程 名稱就是跟我們現在這個還蠻像的 叫做大數據分析、視覺化、城市設計 那因為呢 主要是開在台師大 是實體課 學生來上課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東部大學 但是因為我時間排不出 所以他就說要不要用遠距教學來上課 我想說遠距教學也可以吧 反正 我反正師大上的課順便錄影下來 然後課後的話 再提供給東部大學學生來學習 那我順便我有個想法說 那我順便試試看說 到底兩個成效哪一個比較好 一般直覺應該是 直覺來上課應該效果比較好 如果遠距上課效果應該比較差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可是呢 是不是這樣呢 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一個是國立大學 一個是私立大學 那應該理論上 國立大學學生程度應該是比較好 考進去分數差那麼多 一個是東部大學私立的 不過私立也不錯的學校 那兩者到底有什麼 最後結果會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我也還蠻關心的 當然就是整個上下來 我感覺其實兩邊的學生真的都蠻用功的 這是比我想像中還要更用功 這都是必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很認真 而且這一門課只有兩個學分 兩個學分 就是意思說一個禮拜只有兩個小時 有沒有啊 控制下課時間 可能才一個半小時 可是我要講很多東西 我講多少東西 我講很多東西 比你們講的還要更多 也就是說 那個課程裡面 從一次有高階函數到聚集錄製 到VBA設計 就是其中 以前的部分 期末以後的話就是網路爬蟲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加上樞紐分析 加上視覺化的圖報表輸出 OK 哇 光這個兩個學分 你的時速你沒多少 可是要上這個東西 可見的 我上課每次都感覺時間不夠用 還好有一點是 因為我上課都有錄影下來 我就說 沒問題你們回去 如果有些沒聽懂 他回去自己再聽過 另外我有放雲端 就像你們現在雲端白板一樣 這上面都有答案 再怎麼樣 不然你們自己回去再試試看 我覺得他們的接受度 到好像也是還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剛跳到這個網頁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 大概有一些說明 然後把一些連結 等等的把它放上去 其實順便也分享 跟就是說在座的 就是現場的老師 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就是說雲端講義 上課錄影之外 那我還弄個論壇 有沒有一個論壇 每一次上課 每一週上課的東西 都在上面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集結這麼多了 從第一次上課 其實應該第一次是第二週 OK 因為第一週沒有錄影 沒辦法錄影 那前面幾次 錄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一邊錄畫面 然後用手機收音 然後回家 還要把手機的聲音 跟畫面的聲音結合在一起 這累死我了 OK 後來終於修好了 現在簡直是輕鬆太多 現在錄影就覺得 哇 好愉快 沒了 不然剛開始 就會覺得 好像要多做很多事情 OK 那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的話 有分享一下 就是說 就是他們作品 你看這邊 55個學生 像台師大的學生理學院最多 其實是教育學院 然後哪個科系最多 化學系 不過聽那個有個老師說 因為化學系 他們本身系所裡面 就比較沒有開程式設計相關課 所以他們一定要到外面 再去找其他課程來上 不然他怕 程式設計 這個部分 能力比較弱 那其次是英語系 我覺得英語系 學生也蠻認真的 OK 他除了要學英文之外 還要學程式 雖然都是語言 可是難度都還是蠻高的 OK 那 東吳就跟師大的情況不太一樣 東吳好像偏商學院 所以你會發現 六乘一是商學院的 然後 其次才是外語學院 不過看起來好像那個 外語學院的學生 可能是不是 本身考進去分數也比較高 所以比較積極 上學院也有同樣的狀況 上學院考進去的分數也比較高 所以是不是說也是一種動機吧 本身就是說 成績好的學生 相對於他動機也比較強一些些 另外那個選擇最多是氣管系 第二是會計系 其實會計系印象比較深刻 我發現會計系的學生 都 非常的 用功耶 好不好 而且是東吳 東吳會計系好像蠻有名的是不是 OK 學生好像程度都 普遍 像好幾個作業 真的教的都非常的好 待會我可以演示幾個給你們看 你可能會看到 哇 這學生做的嗎 你真是驚呆了 OK 那 其中就是講這樣 就是其中我就給他一個專題 所以其實我 因為我沒有給各位太多要求 因為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較 不想有太大的壓力 大概在學校可以 因為他們 要拿我的學分沒那麼簡單 雖然只有兩個學分 但是要拿這兩個學分 很拼耶 其中要做這個專題 OK 那期末也要專 其中的話就是要開放資料 我用那個住宅切刀 就有個學生還蠻厲害 因為他要租房子 他想說利用大數據分析 哪個地方 哪一區的租金算是最合理的 OK 所以他就把那個相關的資料抓取 然後畫個圓秉圖 需求表 中山區是最多的 就是租的釋放出來的 然後其次大安 那哪個地方的那個 租金是最貴的 那應該不意外了 信義區 其次大安區 其次中山 中正區 不意外 在車站附近 OK 那最便宜的 應該是應該要知道 最便宜應該是哪 也不意外了 感覺最遙遠 你去到哪裡 感覺 哇 這到底是台北市區 還是 已經市區 所以最便宜應該是文山區了 所以如果你要省一點那個租金的話 那你租遠一點吧 其次應該就是南港 對 南港已經有點遠了 對 不過我覺得南港好像OK 因為板南線好像還好 而且附近又有那個鐵路 台鐵 然後又有高鐵 所以其實 最近好像聽說 南港的房價有在漲的趨勢 再來就是北投 內湖 這個應該也不意外 OK 那一條街上的 房子的租金最貴 台北市 哪一條路上 那一條路上的那個大學生數量最多 那一條路上的那個大學生數量最多 那一條路上的 那一條路上的那個大學生數量最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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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丁州路 那應該是在南港 應該內湖 明星區那邊 然後徐州 徐州是台大那邊 然後什麼 中什麼 什麼一路 中坡 這太小了 好 反正 OK 大概這階路 僅供參考 然後另外一個學生是 因為他媽媽抱怨物價是上漲 所以他就想說到底是不是上漲還是下跌 所以他就抓那個物價指數 政府有物價指數的那個資料 然後就繪施一個趨勢圖 OK 那折線圖 然後他就用那個線性回歸 所以分析一下 就後來發現真的是上漲 OK 不過年輕人都沒感覺吧 水主輕 就是說上漲是很緩的 到底有沒有漲 是有漲 只是說 因為時間拉長了 才會有感覺 但是時間很短跟沒感覺 所以有時候你回想 那個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那個物價 你就有感覺了 有沒有 就像那個 我剛出社會的時候工作的時候 炒飯我記得好像炒飯 大概差不多四、五十塊就算貴了吧 現在炒飯應該都七、八十塊了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應該以這個物價來看的話 應該是有漲蠻多的 OK 所以類似這些 那期末作業他們做的又更認真 我都抓網路資料 用IE 或者用一個query table等等 反正都沒關係 然後做資料分析 然後繪製圖表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話 像這個是下載台積電 各日成交資訊與繪圖 OK 這個學生做的 他下載所有 下載的話 其實我本來 還想說哇這個這麼多東西 然後繪圖也全部繪圖出來了 我想說這個是不是 請那個什麼 找槍手帶 還怎麼樣 後來我就看一下程式 好像都是我教的 對 好像也沒什麼超過太多 可是做出來效果其實 哇 已經出奇的好了 如果你要買台積電的股票的話 其實就是會 很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OK 所以這個地方 他會繪圖出來之後 這個圖就會 後來發現 其實在Esser裡面 本身就有股票圖了 只是股票圖 你要有固定的欄位給他 好像第一欄的話 什麼第二欄什麼第三欄 每一欄每一欄都要給固定的欄位 他就幫你把股票圖給繪圖出來了 其他的話還有這些 什麼銀業毛利率等等的 這個也是網路上抓的 就把它繪圖出來 那我這邊的話 剛好有把它的作業給找到 後來發現 真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下載數據 按右鍵 看一下它的劇集 其實它裡面的話 就是用幾個東西寫的 你會發現它其實 這個Creditable 這個就是錄製劇集產生的 然後再來的話 IE物件有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教的 有沒有 把我們現在教的 拿去抓台積電的股價而已 然後底下的話也是IE物件有沒有 下載那個財物比例也是IE物件 所以就我們講的東西 只是說它把它活用了而已 OK 另外的話它最後畫出來的圖的話 我想說 匯圖部分 它匯出來的圖表在這裡 上面這個是股票圖 其實我按右鍵 去找到它的什麼 找到它的那個資料來源 然後它的變更選舉資料好了 資料部分的話變成說 你將來如果要匯股票圖的話 你必須要 給幾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必須是 12345 這5個資料 要給它 而且我印象中 好像股票圖 一定要是固定的 固定的欄位 不然的話 你的股票圖會 會這麼說 因為它有固定的一個規則 包含什麼呢 就是成交金額嘛 成交金額 然後開盤 開盤最高最低收盤 這些把它抓下來 它有抓 然後再來按照它的日 或者月等等的 資料它就全部抓下來 那就再丟給那個什麼股票圖 所以你這個變更 按右鍵 這邊可以變更圖表類型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股票圖的 有沒有 這個 股票圖也有四種 它是用第四種 所以你們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不一定台積電嘛 其他的話 也可以把它變一下 所以每一檔股票 你就可以做一個類似的分析 然後還下載哪些東西 可以看到它底下部分的話 它還下載這一些 包含就是說 它的什麼 下載它的營業毛利率 然後呢 營業的利益率 稅前禁率 等等的這些 然後把這一些有沒有 它下載的東西 全部繪製成P4繪製成圖表 就是這些有沒有 把這一個 這個就是這個 那它實際上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P4繪圖嘛 上面的名稱是固… 這個欄位名稱是固定的 只有下面這一列不一樣 這樣畫一個 下一個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 所以就把它疊在這邊而已 一個、兩個 只是說我們前面是一直往下疊 然後它是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變成分兩邊 就把它放在這底下 分別疊在這裡 有沒有 把那些全部都疊在這裡 哇 就感覺其實就夠清楚了 我印象中好像這個學生 是… 剛剛講是會計系的 而且會計系的學生很多 做的都差不多是這種水準 而且有些水準好像還有比這個做得更好的 OK 都是我們上課講過的 有沒有 應該沒有超過太多的 我印象中 而且錄影都有 所以其實我講這些東西 後來我發現應該夠用了 我本來想說還要不要教更多 我後來發現好像教更多 你們也不見得吸收得了 所以我當然我就講最重要的 OK 前面都有講到 也許你就把它做個變化吧 回去試試看 如果有想法的話 如果你也有在買股票 因為現在可以零股交易嘛 而且現在手機非常方便 我發現像那個好幾個證券公司 手機的APP都做得非常好 可以馬上下單 而且馬上還可以看股等等的 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分析的話 可以配合像我們現在教的 你可以 下下禮拜 看能不能做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作業吧 OK 但我不要求你們太多了 OK 我只要求你們當天要來就好了 我怕有時候會想說 天啊 我還是不要 其實就願意花一點時間啦 反正這東西學習本來就這樣嘛 一定會遇到困難嘛 那你如果困難過了之後 那你當然相對你才有辦法學到東西啊 以後如果說剛好可以派到用場 然後可以修一點東西給別人看 哇 別人可能會驚呆 哇 這你哪裡得到的 沒有我自己寫的 這個很難耶 有沒有 其實有很困難嘛 我記得這些好像 所以後來看一下 都是上課講的 而且範圍都沒有超過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很多啦 其實學生做的東西 還有像組合圖 他組合圖 我們這也是之前講過的嘛 只是說他把組合圖怎麼樣 變成四種的組合 之前兩種組合 他變四種組合 OK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下載那個YouTuber的分 他可能對YouTuber有興趣吧 所以他做一些排名 那他搞笑的是最多的 我看他那個佔比最高 那教育的好像才佔8% 然後好像每日成交前20名的 然後甚至是等等的這些東西 學生都有做 所以這邊的話 我看底下 剛剛講到的 甚至我還有做那個 一些這個 他這個前20名 OK 做分析啦 我覺得這些高低的 這個收盤等等的價錢 另外的話 還有他有個同學是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還可以輸入 看你的那個 股票的代碼是多少 輸入之後自動抓不同的代碼的資料 然後自動會是那個 股票持股比例的圖 圖表 也是把我們上課講的東西 只是說做一個參數 就是代碼 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做得好像還蠻不錯的 就把這些圖表給繪製出來了 如果你做得更好的話 其實真的這個可以包裝成一個商品 另外的話 熊獅旅行社 對於疫情有沒有很大影響 有同學還蠻認真的 跟那個時事結合 一定是有啦 只是說影響多大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表 這個營收部分都可以看出來了 2020年 去年的 跟前年的比較 2020 你會發現 1月份還比 1月份 還有成長 有沒有 但是2月份之後的話 已經3分之2 3月份的話 哇 快要到底了 有沒有發現 幾乎沒有生意的 所以這樣熊獅旅行社 還可以 那這樣只是 只是其中一家旅行社 比較大的旅行社 那其他家旅行社應該要更慘吧 OK 那4月份的話 已經幾乎是到 5月份應該是最底的 這時候生意應該是一落千丈 然後呢 慢慢有起來 可能國旅 可是問題 以這樣的業績來看 可能 應該有八成的員工 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相對著他的那個 整年的營收就變成只有這麼少 所以他年終獎金應該就 很難看 應該沒有年終獎金了吧 OK 老闆可能自身也不保了 對 那他如果他的股票 會有人買嗎 應該沒有人買 現在趕快想要賣掉了 對 不過其實投資是這樣 越多人像台積電大家都想買 那好像應該是越不能買 因為他就高點嘛 那反而像這種已經快要水餃股了 感覺好像快要倒了 可是疫情過去之後 他馬上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 我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我只是說 以我的角度 我像通常我都是盡量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別人做的事情我通常不會去做 OK 總要有一個市場區隔 所以像我的課程 我盡量也不要跟別的老師一樣 不是在模仿別人的 而是盡量做大家有需要的課程規劃內容 然後大家 然後內容部分都是原創的 如果有別老師上的課程跟我差不多 程式也跟我差不多的話 那應該不是我抄他的 OK 應該是 不知道 OK 反正有些 每個老師風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倒也 我是無所謂的 因為有些 有些 有些老師 像昨天 這場 會議剛好遇到一個老師 他大概 8點多的時候就傳LINE給我 說 那個 我有看到一個人的名字叫 叫吳清輝的 然後因為他到現場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那個可能跟我同名同姓吧 因為他看到 他就參加這個研討會 然後我看到我的那個名字 剛好在那個講台那邊 他問我 他有拍照 他說 這是你嗎 我開玩笑說 沒有啦 那個可能同名同姓 後來就跟他講說 那就是我 那個參加的那個 老師剛好是那個 趙茂林老師 他去那邊 然後他有看到 他就問我 是不是 OK 那會後 當然我有跟他稍微小聊一下 因為我其實跟他認識還蠻久的 大概認識也超過20年了 另外的話 還有學生是做什麼 台北市的捷運量 可以看得出來 從那個4月份到底 慢慢又回升了 所以其實這種當然也是一個不錯的 那疫情到觀光客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嘛 以前像九份有沒有 滿街都是日本客 可是日本客從幾月份就沒來了 3月之後到4月就沒有日本客了 那韓國客也是一樣都沒有了 然後香港客 像以前 像去九份也都是香港人 也都沒有了 那什麼人會來呢 發現呢 從8月份之後 有一個國家的人 來的 反而是增加的 印尼 OK 因為大家還是對外勞還是有需求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大概就做一個說明 其實我現在上課的風格 大家一定會上課錄影 不過我發現這部分 我會認為說是需要的 但對有些老師來說 好像還是 尤其是大專業教老師 好像這比例其實還是偏低的 但如果說你想要教程式設計 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說真的 學生要能夠真的跟上的話 恐怕不太容易 除非他本身程度已經很強了 可是程度再好的 像我們在座有一些 本來也是做IT的 其實如果沒有錄影 你們有沒有 會覺得 應該很多東西應該會跟不上 對不對 所以像我有的時候 上課錄影忘記了 就馬上就有同學賴我 他說老師你忘記PO影片了嗎 就有同學馬上就 所以我會趕快火速地把影片上傳 然後趕快提供 不然我怕耽誤大家學習 學習 所以一直會有那個 失誠的壓力 不過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也不是什麼壞事 反正就是說 我至少覺得說 我今天是有這件事情要做 變成說我上課的一個主軸 就是上課一定要錄音錄影 如果上課沒錄音錄影 感覺好像不在上課 所以我剛開始來這邊 今天上課的第一週 我就覺得 有點那種 突然覺得有點失落的感覺 感覺他今天到底有上到課沒 然後之後第二次上課 應該沒辦法順利的 設備沒有辦法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有 會影響到我一點點的情緒 所以之後用好了 我感覺哇 整直不知道 就有那種心情很愉快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當然也是慢慢要累積 因為錄音錄影已經快20年了 對不對 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還是會堅持做下去 因為對的事情就是要堅持 其他還有像雲端講義 所以雲端上面那個白板 其實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雖然這個難度其實還滿高的 可是我覺得只要有一些適度的輔助 我覺得再難的東西 應該也沒有學不會的 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真的很難 坦白講 但是有的時候什麼叫專業 專業就是說 這麼難的東西對你來說是很簡單的 那你就是專業吧 對不對 如果說這東西大家都會 那你憑什麼領那麼多錢 對不對 領那麼高的薪水 只有做一點 那人家會給你一個稱號叫什麼 肥 什麼肥貓之類的吧 有沒有 OK 當然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們給的東西一定是最 品質最好的 OK 而且是都是自己消化吸收過的 其實 最後可能得到一個結論 剛剛有講說 就是 遠去教學 成效如何 後來發現 我肥貓他們的專題作業改完成績之後發現 讓我整個改觀了 我本來想說 東吳的成效會比較差 結果 真的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哇 東吳的成績 居然比 師大的成績還要高0.5分 就是肥貓成績部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國立大學學生跟私立大學學生最後的 這個出來的東西 感覺好像那個私立大學的創意稍微多一點點 而且就是可能在變化上面比較大一點點 也許啦 我現在想可能是跟商學院學生是不是有點關係 因為商學院學生 他們可能因為目前迫切被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畢業之後有沒有 尤其是他們其實還蠻多都是大肆學生修課的 他們可能是馬上就有就業上面的這種技能的需求 因為他不會這個東西 他以後找工作一定就會常常被問到 你會不會這個東西 你會不會那個東西 如果說他們會的話 而且他們將來甚至在面試的時候 可以拿來做demo 說我不知道我這個東西是不是符合貴公司要的 我上了吳老師的課 我秀一下 他可能馬上就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我們薪水可能沒辦法太高 等等等等 如此類的 當然相對的會給人家是一個比較好的印象 不然說真的 現在畢業生很多時候 你會對那個畢業生的程度撐吃會有一點疑慮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到底會還是不會 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在現場就秀一些東西出來 那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OK 所以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自己給自己的要求 就是說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會去要求別人 OK 所以很多東西我都會自己先做過 所以像剛剛看到的東西 其實也都是我自己寫的 另外像證照考試也是一樣 我自己要考了三年幾張證照 所以我叫學生去考 學生應該也沒有什麼好 就是覺得老師你自己都沒考 我為什麼要去考之類的這種 那其他還有什麼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不是資訓相關科系畢業的 但是我從事這相關的教學很久 所以我其實有些時候 我站在的角度不是說我今天是 本來就寫程式的 本來是學程式的人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刻板印象 跳不出來 因為我認識還滿多是資工、資管、相關 我會發現它有些地方又有一個包袱 而且又有一個框架 這我就覺得 因為我比較海過天空一點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你最後想做什麼 而不是說你專注在那個技術上面 所以你這技術再厲害 到時候沒有人要用你一毛不止 像我講過嘛 我十年前教Java 我現在還有什麼課可以 如果我現在還在教Java 我等於就失業了 對不對 但是我大概二十幾年前教VBA 我二十幾年後還在教VBA VBA可以教多久 我覺得好像應該還可以教滿久的 看起來 而且VBA這個領域 教的老師好像還比較少一點 教Python老師好像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當然要做一點差異化 我不會說我一直跟你跟風 我跟你一樣那就我沒有特色 那我變成說我可以做一點差異化 我主要我不是說一直都教你工具 我告訴你說 你拿工具要做什麼比較重要吧 OK 你不是說你一直在學工具要幹嘛 像很多人學了半天之後 學完了不會用 那其實我覺得還滿浪費時間的 最重要是這個工具對你有什麼用處 OK 而不是說你去了解它全面的東西 了解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最重要是拿它來用才是最重要的點 OK 所以有的東西 不是說全部學完你才開始用它 而是說你要邊學邊用邊用邊學 然後呢 學會應該是怎麼使用它找到答案的方法 OK 可能我覺得比較重要 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一直有強調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 學生的這個部分的這個教會 的部分 那其實 在思考 其實多半還是要自己先寫過 因為其實老師自己沒有寫程式的能力 你要教程式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相信 像我昨天在現場我發現 其實很多老師是不會寫程式的 那如果自己本身不會寫程式 而且也沒有寫作的經驗的話 那說真的 我們當然就沒辦法預期說 他能夠把學生教到什麼樣的狀況 OK 所以其實 不過當然這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自己一定要親力親為 所以其實我提供給各位的程式 你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幾行 但是有些東西實際上是 可能自己斟酌了非常非常久 可能甚至好幾年之後的東西 我才敢拿出來 不然的話我怕我會拿出來 會被人家笑 對不對 而且我還錄影 還放YouTube上面 對不對 如果放YouTube上面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如果大家都看到 不是大家都在笑 哈哈你這東西還敢拿出來 對不對 簡直是笑掉人家大牙 對不對 還好啦 好像目前沒有這種踢管的狀態 大部分好像都是肯定的多餘 多餘 負面的好像沒有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倒還好 不過我還是希望說 如果你們有什麼新的發現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比較好的寫法 也許可以提供給我參考 其他大概就是剛剛講的 至於就是像Python vs VBA 其實這也是我一直會有同學問說 現在老師Python不是很夯嗎 為什麼 你不乾脆就教我們Python就好了 我跟各位講 如果同樣的東西 用Python來做 我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只有上到Python怎麼使用而已 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去抓資料 為什麼 因為Python的相關的東西太複雜了 光第一個 你安裝環境好了 你就安裝半天了 而且很多同學 光卡在環境要怎麼把它打開 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然我是有提供那個懶人包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用VBA來做的話 其實說真的VBA就是這樣 打開就可以用了 馬上就可以寫程式了 如果你有些範本直接貼上就好了 這實在是差距太大了 第二個是說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利用錄製去洗的 有沒有 所以假如說 大概有幾個地方 是Python 相對於VBA是比較 可能是比較弱的 第一個就是安裝環境 Python的安裝環境實在是有點麻煩 第二個的話就是資料庫 以後你下載到的資料要放哪裡 當然Python又是一個問題的 你可能要自己再弄個資料庫 最簡單當然是SQL Live 不過SQL Live對於一般來說 還又要再學一個SQL語法 再學一個SQL的東西 但是VBA直接就放Excel 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的概念 那不是簡單多了 第三個的話 如果有一些程式不會寫的話 像我們剛剛後面還是衍生出來 就有些功能可以插入那個空白儲存格 當然如果你Python不會寫 你就寫不出來了 可是如果你在VBA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去記的 有沒有 前面有講過 在雲端上我有分享 所以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你錄製完再來修改 你不會也沒關係 所以我發現 那個有些學生很聰明 他不會的他就是錄製 然後把錄製的東西放在他需要的那個程式位置 他的那個功能就做出 像剛剛那個台積電的那個範圍 我發現他有些地方是用錄製的 把錄製的程式搬到他需要那個功能的下方 這點聰明啊 對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 沒關係 不會寫 你用錄製的吧 OK 那或許你錄製程式裡面 很多可能累積的 沒關係 反正程式先可以run再說 那如果你要更好 沒關係 你再去想想看有沒有辦法讓他更精簡 那更精簡這件事情 以現階段來看可能非必要 不過以後如果你想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也許可以再試著把他精簡看看 再來的話 其他部分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像eSale裡面我有講 VBA也可以去存取那個樞紐分析表 但是如果你這樣Python做的話 另外一個叫Pandas Pandas實在太複雜了 等於一個是用滑鼠拖拉就可以產生結果的視覺化 報表跟圖表 但是如果你用Pandas 是每個地方都必須用程式來撰寫 當然對會寫程式來沒什麼問題 但對不會寫程式來說 那是非常麻煩的 另外像圖表 有沒有那個圖 其實做起來應該不複雜 可是如果你用Python來做 你可能至少要用那個MatePyLab這個模組 那又是非常的挑戰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課程會這樣設計 主要原因還是考量到大部分人的需求 如果你說老師我覺得這太簡單了 沒關係 那你可以學一點難一點的 我發現大部分人其實都不是每天在寫程式的 那不是每天寫程式 你這些東西不是每天寫程式來說 那簡直是天書的 所以其實或許可以用這些方法來完成 所以我昨天大概就把這些東西做一個分享 只是說我不確定說到底自己講得好不好 反正就是一個過程 那OK 所以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就是像其他的學生做的 也許你可以看一下台積電的部分 甚至如果你不用台積電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聯電 甚至是什麼 像以前歷經叫什麼 現在變成歷經電 他又換一個名稱 之前不是上新聞嗎 已經不是已經下市 下市之後又上市 還是什麼 下市又上櫃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相關的東西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 你也許會 我們來看一下 他先看 是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有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